我們的立法院 我們立法院呢 最近的這個大亂鬥 竟然上了歐洲的媒體 可是呢 網友都大喊 金五湯啊 那另外呢 就是在國內的這個補選 補選現在看起來 也進入白熱化了 週末的時候呢 這個藍綠白三大黨的 這個黨主席呢 都已經開始幫自己的 候選人站台了 學尾 你看那個 其實韓營現在出現的 那個藍營出現的最大的問題 就是韓國瑜都已經 沉疾了三十幾天了 他那天跟他兒子女兒 去坐了一支高鐵之後 多少人聲聲呼喚啊 你看他是我們這一生 追隨的政治領袖 我就跟你說 這些人現在頭髒到這裡 我跟你講 韓國瑜說實在外 你們大家是要搞清楚 搞不清楚 我跟你講說 我評估韓國瑜 應該他的政治生命到此為止 他也不會出來禍了 對不對 你不覺得嗎 韓國瑜他對政治 就沒有續航力嘛 好不容易選了一個 高雄市長的時候 他就沒有那個 開來堂堂堂堂堂堂堂 那你覺得你要逼他再出來嗎 你覺得他不會出來 你就這麼看衰他 不是看衰不看衰的問題 是個人選擇好不好 我今天在韓國瑜這樣 選舉有補助款對不對 聽說他買了生技的股王 共一個月喔 賺了一千八百多萬耶 這個外面在傳說 他買了那個生技股 我要是今天有這種能力的話 我每天在家裡 撿腳冷水 我又出來拚到痛苦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都不要說 一直要把他搬出來 我就覺得說 其實韓國瑜真的是被人家當作擋箭牌 你知道 你嫁韓國瑜出來的話 最爽的是什麼 最爽當然是民進黨嘛對不對 我每天光講韓國瑜 我就夠啦 其他事情都可以模糊掉 為什麼韓國瑜的聲量太高了嘛 他一出來之後 誰能夠聲量比他高 所有的專注點 全部都放在他身上 那你說其他的事情還要做什麼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江啟臣到目前為止也是 我是覺得說國民黨真的是 江啟臣不知道是故意的 還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李梅貞 他說叫韓國瑜出來幫他服選 他裡面 你知道國民黨裡面 現在還在講什麼你知道嗎 他說韓國瑜的那個支持度 是大於你眉睜耶 可是你也不要忘了 他為什麼韓國瑜的那個 支持度他的聲量 各方面會大於你眉睜 簡單的 大家結束不一樣對不對 你把一個大人跟一個小孩 拿在一起比 真的 對不對 級數不一樣 可是你不要忘了 今天韓國瑜啊 討厭韓國瑜的 也是大於綠營的耶 對不對 之前很多人他不是綠營的 就是討厭韓國瑜嘛 所以罷免才會有94萬票啊 所以你今天找韓國瑜出來 那韓國瑜自己都講啦 他透過他旁邊的人 講說他是兩面刃啦 當然是兩面刃嘛 你如果真的把韓國瑜請出來的話 你覺得韓粉的票可以轉移到李梅貞身上嗎 我想要想李梅貞跟國民黨想太多了嘛對不對 既然不能轉移 那你會不會激發一些討厭韓國瑜的人出來投票 而且韓國瑜那時候不太特別發臉書 我沒有推薦李梅貞喔 對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陳其邁就告訴你李梅貞 要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情嘛對不對 你再把韓國瑜請出來的話到時候勝之不武啊 因為變成又是陳其邁對上韓國瑜啊 韓國瑜已經被94萬高雄市民 驚訝的人 你說你今天又帶他會知道怎麼辦 所以就跟你講說國民黨說真的 到目前為止 這個高雄市長補選這件事情 你如果真的是沒事你要把韓國瑜搬出來 我跟你講之前我們大家都在想說 總統大選的這一年期間裡面 包括到一直被罷免之前 是大家都在消費韓國瑜對不對 現在連國民黨都要吃他豆腐對不對 人家已經被罷免三十幾天了 你們這些人在幹什麼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韓粉真的害死人就這樣 韓國瑜今天也都是韓粉害的 到了目前為止你還在聲聲呼喚 你要讓他出來幹什麼 難道他被凌遲的還不夠 你還要讓他最後一點全屍 你都不讓他保留 還要叫他出來到受千年萬寡 所以說這些人真的是很壞心的 李梅貞也是 我說實在話 你還是聽陳其邁的話 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嘛對不對 那我就講說你看李梅貞這個 為什麼跟你講說今天 我那天有形容對不對 陳其邁是出來算認真的 很認真的算 那吳憶正是出來在賠選的嘛對不對 這個是出來亂的啦 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 那李梅貞說我是認真要選的耶 不是你到目前為止你有沒有提出自己的證件 做自己的事情 人家去柴山去拜票的話 你也帶人走 人家就覺得說你是不是 好啦你如果說你我去收割陳其邁的支持者的話 你有那個本事收割那我就認了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不是跟著人家的腳步在走嗎 有人家說跟著敵營的候選人的腳步在走的 這種選舉手腳叫看不看手你知道嗎 而且你看你要收割東西的話 一定要跟韓國瑜扯在一起 到底在幹什麼 他說這個國具有沒有 這個什麼大發這個擴廠計畫 他都講說這是什麼什麼韓國瑜招傷 對不對 李梅貞選舉你幹嘛講說是韓國瑜招傷成功 人家那個國具的勞董陳太平都出來講 明明就是陳其邁在行政院副院長任內 促成這個擴廠區域的那個形成的嘛 所以你幹嘛去扯人家韓國瑜 而且這個巴掌打得很響 對啊 那你要扯就算了對不對 你要扯起來比較容易對不對 最好笑的是 跑去媽祖軟腳腳說發作保備 你媽祖發作就分不清楚了 你是要選什麼東西 你跟他講說今天通罵說是民進黨籌話 說真的這不是只有民進黨籌話 這拜父祖跟拜媽祖的都會醜化你 都會討厭你 我就跟你講 所以就跟你講說尤其這種宗教信仰 講實在話 什麼祖要分清楚 什麼王贤路祖 只要有祖的 你都要搞清楚 這兩句子還知道是弄誰的叫他 對啊 你跑進廟裡面 你怎麼撒在亂討的時候 我跟你講那個信徒全部都不見了 好 那我們講到國民黨 之後我們荒腔走板 你有沒有發現這一次立法院打了好幾回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打得很激烈 我們之前就覺得說國民黨真的覺醒了 你穿白鞋今天可以把鞋子撐起來 繼續打 對不對 換鋼鞋啦 沒有啦 鋼鞋要知道 學人家穿草鞋 穿布鞋對不對 至少有點樣子嘛 對不對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這整個抗爭下來之後 我是覺得到最後的總評比較都失望透頂 你打完了這麼多對不對 那現在大家記得誰 陳玉珍啊 陳玉珍還有誰 葉玉蘭啊 對嘛 你剛剛就紅了這兩個嘛 我跟你講 淘寶貞 拉法葉耶 對啊 我就跟你講 人家那個那個tell me why 有沒有 就吳思懷啦tell me why 有沒有 他是因為剛好開完刀耶 所以只能弄人你知道嗎 我就跟你講說 不小心這樣搞起來之後 你打了這個紅的什麼 紅的立願心三寶耶 那我想起人家以前 麥克阿瑟講的一句話對不對 老兵不死對不對 現在叫做三寶不死 只是凋零 所以就跟你講說你看 你整個抗爭過程之中 你打了吸引人家的注意了 你知道你抗爭到底的時候 你要告訴人家說 我接下來要幹嘛嗎 我的足球在哪裡嘛對不對 現在大家只知道說 陳玉珍穿三根戴安全帽 對 戴那個什麼什麼什麼秀套 你還記得陳玉珍幹了什麼事嗎 有啦 卡在主席台 就這樣而已嘛 還穿鋼鞋的你剛才記得 你覺得陳玉珍 他有任何的那個議題出來嗎 你卡好了 你看這個 拉法葉 拉法葉 對 拉法葉 你說他第一次打架 我跟你講他不是第一次打架 他以前都是打人 看起來搞不好還殺人 你看 這種樣子像是第一次打架 這根本就在打架架嘛 對不對 有人在立法院 以前我就跟你講說早期 我們跑立法院都知道 早上打的時候要有分寸 因為打完晚上還要去喝酒啊 對不對 你現在在這邊打 打成這種樣子的話 說實在話 這個如果叫你真的是打架架 你會去打嘛 對不對 像陳玉珍你看 我剛剛之前那個林楚音 不是被呂玉琳咬成這樣有沒有 像這個這個陳玉珍 你也比較差不多咧 快很準啦 雖然他是快很準 像之前去熊爆那個蔣萬安嘛 這次還去抓Freddy的那個褲子有沒有 林長佐到現在還在氣 不是 他說他手一直抓一直抓 持續蠻久的 他說有沒玩沒玩啊 他如果一直抓我我也會很生氣 不過我再跟你講說 他這個你不能怪陳玉珍 這是真的厲害你知道嗎 真假 人家以前人家講說做任何事情總要有點代價 人家說坐飛機看天上對不對 坐大巡看海影 坐飛車看風景對不對 來立法院怎麼辦 要不然人影嘛對不對 順著不然人影 所以就跟你講說陳玉珍 到這邊來你看 可是他給人家抓完之後 他竟然又打人家一巴掌 他說他喜歡有文學氣質的男生 他說那個刑場所不是他的菜 不要這樣 至少在世界上的那個熱門音樂裡面有沒有 人家是有地位的好不好 對是有知名度的嘛 所以我就只能說他快很準 他之前去抓蔣萬安對不對 因為是最帥的同黨立委 這次抓Freddy對不對 他至少他能夠上到國際媒體啊 所以你不能夠不承認說他們這些人 真的是在立法院這個抗爭過程中 是早有準備啦 好啦那我還是勸國民黨啦 雖然你們這次打人這樣 已經有的知名度已經夠了對不對 聲量也奪取了 我希望你們之後下一次整軍再戰 能不能再戰一下 讓人家知道說你們的議題論述在哪裡 而不是只有在立法院裡面 這邊拉什麼東西 這樣看起來的話說真的 你的所有的訴求目標 都已經被模糊掉的話 紅也就是真的紅的這個立願三寶